你認識誰是代表總統嗎? 沒有 你不認識嗎? 沒有 我們有很多總統 但我們不記得 是,Willy Maurer 瑞士被稱為民主公投大國 直接民主制度 令到每個公民都可以直接參與政策制定 一年至少有四次公投 講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瑞士人 竟然不知道自己總統是誰? 瑞士總統是全世界任期最短 因為瑞士聯邦政府由聯邦委員會領導 委員會有七個委員 他們每年都會自行投票 其中一個委員擔任總統 而且不能夠連任 選總統這方面 瑞士人都與香港人一樣是小圈子選舉 無票可投 因為瑞士總統是由聯邦委員會投票選出來 而委員是由國會議員中投票選出 不過,總統其實沒有特別權力 只是負責主持會議和外交工作 而追求人人平等的瑞士 沒有總統府 總統是住在自己家裡 出入很多時候都會搭公共交通工具 那麼瑞士人不可以選自己總統 總統又沒有大用 這個民主大國是怎樣民主呢? 瑞士的直接民主制衍生出公投制度 分兩種形式 一種是覆決 公民可以對議會立法認可或否決 另一種是倡議 公民可以提議新法案或修改原有法案 這樣的制度令瑞士人事無大小都會公投 曾經就有人提出公投決定牛和羊是否留閣 但要18個月內有10萬人聯儲才能排期公投 而瑞士公投平均投票率達到4至5成 不過這個數字都不算低 因為瑞士人差不多隔一個月就會有一次公投 所以瑞士人不知道自己總統是誰 其實都沒有關係 最重要是有票可以投 下面是個星期的 字幕提供 約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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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